好 來 趕快來進行我們的數字測驗 周老師要幫我們測未來一個月喔 我和另一半的親密指數會有多高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772933218854 66085582 你在開樂透 好 來 勝眉 好 6608 好 好 藏著老師 5582 好 8854 你確定要玩喔 好 好 張老師 8854 林哥 7729 Me too 欸 對啊 7729啊 來 我們幸運的數字是 772933218854 66085582 好 好 我心想的那支就已經是了 你不要再想躲了 觀眾朋友 我們來測一下未來的一個月 你跟你另一半的那個親密指數 到底還有剩多少 我們來看看兩個主持人的 7729到底他們的親密指數還剩多少 來 7729 來 偶爾還有一些意見 但是還能夠互相容忍 大部分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會有一些摩擦 會有一些不合的地方 但是都還是能夠互相的體諒 到後來還是會完全沒有事情 所以說還算是不錯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那個維文老師 3321 到底還剩多少 還剩多少 還剩多少 不錯 對 其實是 因為你們可能是 偶爾相當的忙 都沒有時間 但是那個心還是在一起的 互相的關心 默默的關心還是在一起的 如果說有時間的話 其實可以去 就是策劃一下理由 可能那個火花會再現 還會小別色新聞 還算不錯 再來就是 張老師跟廖老師 8854我們看看 來 是平靜無波 少有互動 你看吧 我就知道 這種感覺就是好像 反正就是老夫老妻了 就是沒有什麼的 可以去做更一步的 這些交往交通 但是其實就是 等於是家人的那種感覺還在 所以說其實還算是很不錯 畢竟不會說吵吵鬧鬧 接下來不是20就是100 對 這兩個 6608是 6608 6608 20 20 100 100 耶 120 其實是 命運共同體 對 是命運共同體 因為你們有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這些努力的方向 所以其實說 平常可能不是感覺說沒有說出來 但是互相那個關心都還在 所以說都沒有問題 那種關心是都一直存在心裡面 所以你們的感情是 如焦時期 其實是很濃厚的 是 再來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公開了 所以我應該得冠軍了 我應該很高興了 對 558了 其實就是會比較容易互相挑剔 就是吵鬧過日子 其實就是 有時候 因為一些溝通上面可能會產生一些困難 那 有時候就是變成說 靈驗去跟朋友吃喝玩樂 也不願回家面對另一方 因為有時候就是溝通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如果說你們從溝通方面 既好好的去坐下來 靜下心好好的去溝通 其實都可以解決的 應該就是沒有辦法才 所以才會一直寫書 就懶著溝通 啊 像你出出那麼快 你看 謝謝老師 來 好 來 接著文安老師 馬上來告訴我們 2010年各星座的人 能夠情場都順利嗎 對 當然新的一年 大家都很想有新的戀情 那來看看情場順不順利 太陽上升 雙魚巨鞋 感情運超好 溫馨又甜蜜 每天在一起也不覺得厭煩 而且看到對方感覺都是 換了一個新情人一樣 那太陽山在雙子跟處女 今年的運勢也不錯 感情上就會找到新愛情 所以呢 可以往海外的地方找 或者是工作上有吊派 或是職務上 工作場 都會遇到很多新對象 那太陽山在射手獅子的人呢 可以定下來 今年特別有結婚運 所以不要再漂泊了 如果找到不錯的人 想定下來就定下來 或者是呢 對方感情還不確定 想要跟他更加穩定 更進一步也是可以的 是 那太陽上升在今年摩羯呢 今年可以共創好家庭 家庭運特別好 而且工作運也很旺 那有的時候 不小心疏忽家人的時候 不要忘記多關心一下 所以今年呢 在家庭的團結度上面是很強的 是 那如果你太陽上升 牡羊跟水瓶可以換 而且沒有空窗機 那太陽上升在天蠍天秤的呢 就是溝通會遇到瓶頸 自己壓力很大 看另外一半也卡住 所以不知道上面好下面好 然後不知道該更進一步 還是往後好 所以整個溝通上有瓶頸 算是比較卡住感情的一年啦 是 好 加油囉 謝謝薇菀老師 來… 妳要送我吃食堂喔 不過我們心裡想到還是 但是我們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讓嘴巴甜甜蜜蜜啦 對啊 要更好處理 我們送給觀眾朋友虎年招財 好彩頭的巧克力禮盒 數量有限 請你卡0951098888 快點打電話 謝謝… 不過節目最後我們要問一下 廖荒穎老師跟常德老師 就是說這個夫妻如果因為時間久了 膩了 不知道該怎樣了 你說不好嗎 好像也沒有那麼壞 那我們該怎麼樣 讓他加溫一下 我覺得就是要比平常 譬如創造一些 你們可以共同做的新的事物 譬如說你要去 花時間去應酬他 所以應酬是難聽的 但是就花時間去跟他相處 那麼我覺得這個其實有效 是 我覺得 多用點心 對… 你就願意陪他幹嘛幹嘛這樣 所以你現在是陪老公就是 他在應酬啦 沒有 就是你要花時間 就是你看 我就應酬你不要把它當做壞字 他是個好字 你願意花時間 花精力 願意用心去 對付這個 應付這個人 對 阿常德老師 我覺得夫妻感情要好 如果真的有方法找就好了 就是因為長久都沒有輸一方 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我今天因為說 其實回到本身就是 先讓自己開心起來 你只有自己開心起來 你才有可能把這個開心的方式 或是有更大的一個包容方式 對待對方 因為一直為對方負責 其實不會開心 來做女人的 做媽媽的 做太太的長久老師這本新書 看你敢不敢看 非常棒 母愛真偉大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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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們的收看 下次同一時間 請準備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是母愛真偉大 什麼真偉大 真偉大 我是媽媽 是 大家好我是VY 明天2月9號的新書 到底如何呢 趕快提醒你 有三個新做運勢 可是非常旺盛 在這把恭喜你的 所以是要恭喜 母羊做的朋友 桃花運勢大開 走到哪裡 都是大家注目的焦點喔 新做的朋友也不賴 在投資上面呢 特別有獨到的見解 而可以也要少賺一筆喔 而送的做的朋友呢 也是非常好 正才編才都很旺 讓你心情好得不得了喔 不過有算新做的運勢弱一點 在這邊要留心了 天明做的朋友呢 情緒很低弱 而且感覺自己被陷害 天明做的朋友 感情運不佳 和另外一半容易起爭執 瘦座的朋友 要小心破財 傾向花錢方面 一定要節制喔 要不要忘了新做 心意數字和顏色 在這邊提醒你 火象朋友呢 是銀色性 最佳數字是3 土象朋友是灰色性 最佳數字是4 風象新做朋友是紫色性 最佳心意數字是8 如果你是水象新做的朋友 則是黑色性 最佳心意數字是1喔